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郭德纲给张九南摘字 还让师父求他 这张建宇是有多记仇 要说德云弟子敢拿师父杂卦的 除了张赫伦和孟赫堂之外 张九南绝对的当仁不让 而且他还有着青出一篮而胜一篮的征兆 自打他被摘字之后呢 也是逐渐的嚣张跋扈起来 就连师父也是他叫板的对象 在风香时张九南就开始吐槽起来 紧接着师父就说 看来这张九南被摘字还是有原因的 然而事已至此还没有结束 自从被师父摘字之后 他就被师兄弟经常的砸挂 说是九字课又少了一个师课 而张九南也是够狠的 连自己都不放过 在六队演出的时候 一上台就给大家介绍自己叫张建宇 还公然叫板的说 我说师父既然管我叫张建宇 那说明他想管我叫张建宇 什么时候他想管我叫张九南了 让他来求我 这副嘚瑟的小模样正好被师父看见 紧接着 九南畏畏缩缩的又说 后来师父就赶紧给打电话 听说你在小区上跟我叫板来着 当时给我下来了 我赶紧把电话就挂了 然后把师父拉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实在什么时候 没有过 game